大家好,我是小凯 在课程的最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说 用MatePlotNib有两种比较常用的编程方式 第一种就是用PyPlot,也就是类似于MateLab的比较简单的方式 然后另外一种是面向对向的方式 其实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呢 还有一种封装更为彻底的PyLab 今天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种的编程方式 因为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我们会开始使用到面向对向的方式 好,我们看一下课件 首先看一下三种方式的简介 第一种就是用PyPlot 它是一种比较高层的封装,用的非常多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课程 其实都是用的PyPlot 另外一种呢,是PyLab PyLab呢,是什么? 它是将MatePlotNib和NubePy合并起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用来模拟MateLab的一个编程环境 第三种呢,是面向对向的方式 这种方式呢,其实才是MatePlotNib的精髓 因为它是最基础和底层的方式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三种方式的优劣 PyPlot它比较简单易用 然后交互使用的时候很方便 可以根据命令实时做图 但是底层定制能力不足 PyLab呢,它的封装更完全 它的环境最接近MateLab 其实用起来,命令上是最简单的 但是呢,并不推荐使用 为什么不推荐使用呢? 这个其实不是,仅仅是我不推荐使用啊 包括MatePlotNib的作者 以及现在他们的维护团队 其实并不推荐使用 因为PyLab的它的方式呢 其实跟MatePlotNib的 它的设计哲学不是很一致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用PyLab用久了 其实你就并不是走在一条 学习MatePlotNib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所以说呢,通常情况下 并不推荐使用PyLab 然后第三种方式是面向对象 这种方式其实就是MatePlotNib的基础的底层方式 难度稍大一点 命令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定制能力很强 只有学好了面向对象的方式 才可以说是真正掌握了MatePlotNib的精髓 那么在实战当中呢 我们推荐的方式是 综合使用PyPlot和面向对象的方式 看你的需求 如果说你简单的做出的话 你用PyPlot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有些复杂的要求 你可能必须得引入面向对象的方式 然后NewPay了 我们要自己显示的导入它 简单来说 我们每段程序的开头 就是用这种导入模块的方式 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在写程序的时候 常用的一种方式 好 我们现在来实际的编写代码 把这三种方式都尝试一下 我们先用PyLab的方式 可以看到文件的开头呢 不再是我们之前用的那种方式 而是从PyLab里面导入它里面所有的函数 然后我们生成数据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图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是从PyLab里面直接导入所有的函数 所以说呢 它相当于把NewPay和PyPlot里面的所有的函数都导入进来 所以在后面的编程当中呢 我们不用再加上NP或者说Plt此类的前缀 而是可以直接使用它们已有的函数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这里直接用的Plot 而不是之前的Plot.plot 然后这里呢 我们是用的arrange 而不是之前用的NP.arrange 正是因为我们使用的这种方式 所以导致我们可以直接使用里面所有的函数 所以说用这种方式呢 可以看到它的语法写起来就非常的像MATNAB的 但是我们并不推荐这种方式啊 好 我们现在再用Plt的方式 的蝌How 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代码的编写方式呢 跟我们之前是用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运行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方式 然后现在我想把它改成面向对象的方式 我要怎么改呢 首先生成这个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开始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首先我们用fake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先生成一个figure对象 其实就是相当于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画布对象 或者说是一张图的对象 然后我们再生成一个坐标准对象 使用add subplot 相当于在这个画布上我们画一张图 也就生成在这个图上生成一个坐标准对象 然后我们画出这个图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title定为object-oriented 好 我们运行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出来的结果 其实它的效果呢 跟plt是一样的 在这里呢 我们只是简单的演示了一下 用面向对象如何会图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会给大家一一的 而且详细的来介绍 每个对象 然后每个函数的用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 今天作业就是 使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来绘制正弦函数图 其实应该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里面 把某些代码改掉就可以了 今天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